欢迎收听资讯奉告 监察地邀请到市政署代表许美山小姐 上日节目 许小姐你好 你好 农历新年就到 市政署将会举办什么活动 以配合市民在春节前的大素权 为了配合传统大素权的习造 以及加强本澳市民对家居 校园和社区卫生的关注 本署在1月至3月期间 联同卫生局和本澳多个团体举办 2024年全民清洁营生税系列活动 在全洋新春送救营生的习族同事 亦可以透过组织学校的师生 以及社团的会员和义工进行清洁活动 换起全民对环境卫生的重视 全民清洁营生税系列活动的内容有什么呢 交给你介绍一下 本年系列活动的防治蚊鼠齐认识图片展 已经在1月2日展开 并且分别在右汉街市公园和三盏灯游戏区展出 而接下来的两个星期将会移私到 宏开宏建游戏区和弹制花城公园侧的空地进行 欢迎市民到场参观 从中认识预防和处理家居蚊鼠的正确方法 除此之外,在1至3月期间亦会进行多场学校、社区和大厦屋院的清洁活动 由本署联同多间学校、社团和私人实体参与 经校方或者团体组织学生和义工会众 分别在校园、社区和大厦的屋院内进行清洁 将澳门事我家、齐来清洁他的理念深化至社会各阶层 本署除了协调相关活动和提供清洁物资之外 亦会为参与的单位举办卫生专题广座和图片展览 进一步推广妥善处理固体废料和防治蚊鼠的正确方法 今年各项活动的参与情况是如何? 市政署有什么方法鼓励大家积极参与? 今年全民清洁营生税将会举办140多场系列活动 预计会吸引超过6万5千人次参与 当中参与的校部有65个、合班团体17个 参与大厦屋院清洁活动的大厦则有440栋 本署期望通过系列活动 可以推动全澳市民齐心协力 共建美杰的居住环境 为鼓励各界支持和参与 活动切有抽象环节 得奖者可以获得100-1000澳门元的超市礼券 而本署也会向参与清洁活动的大厦屋院 派发参与状以表借意 如果市民想了解更多的活动详情 可以浏览市政署环境资讯网 或者参与宣传海报 谢谢许小姐 不用客气 今集节目时间足够 再会